2020总统大选在台中次,韩国瑜有64万票,蔡英文有96万票 统计算出来的结果是,韩国瑜差不多106万票,蔡英文差不多44万票 所以韩国瑜被偷了差不多41万票,然后选务人员关了差不多52万票给蔡英文 台中有1849投票所,在一个投票所,韩国瑜被偷了差不多224票 选务人员关了差不多282票给蔡英文 我们看一下台中市,投票所1663 那在资料库,1号宋主有43票,2号韩国瑜有284票,3号蔡英文有432票 这是中全会的网站,投票所1663 所以1号宋主有5.6%,2号韩国瑜有37.4% 3号蔡英文有56.9% 可是如果我们修改票数,2号韩国瑜会有差不多508票,3号蔡英文会有差不多150票 所以这个是开票刚开始,然后你可以听到他们说我们要先开3号票 这是违法的,如果你在现场,你不能让选务人员挑几号票 这选务人员刚开始应该不小心拿了2号票给这位先生 可是他把它拿回去了,给他3号蔡英文票 穿黄色衣服的选务人员一直把他不要的票放在他左手 开票前面是要先偷2号韩国瑜的票 所以黄衣服的选务人员一直把他要的票交给右边的小姐 喊他不要的放在左手 那请看这位先生走过去,他有没有任何反应 民进党喜欢说,在投票说每个党都有人在现场 因此这种样的行为是不可能的 请问在现场有任何选务人员有反应吗 所以这只是一个说法,它跟事实没有关系 仔细看,这个投票箱有4个选务人员在里面 如果你在现场,你必须要求只有一个人可以把手伸进去 这等于有3到4个人在挑票投票 穿黄色衣服的选务人员一直看哪一些票可以给 哪一些票要放在左手 那在这影片,蔡文会有连续75张票 因为他们在挑他的票,那不代表这个投票所没有2号韩国语的票 因为我们知道最后有284 可是问题是,他们投了至少200多票从2号韩国语 然后关了接近300张票给3号蔡英文 所以本来韩国语要得到差不多70% 然后蔡英文差不多20% 最后结果被修改成韩国语只有37%和蔡英文有56% 在2020总统大选,如果中选会要做几百万票 他必须要在几乎每个投票所都冠和投票 结果才会变成817和552 他们不可能在现场给你看韩国语答应蔡英文 然后在电脑修改数字给你看蔡英文答应 如果在现场的人都看到韩国语赢了 是不是大家都说出来韩国语赢了吗 在LINE群组和FB 大家都会把他们的影片和照片拍出来给你看韩国语赢了 在现场有几十万人 他们把证据分享到APP之后 大家会看到最后几百万人会看到韩国语在现场赢了 然后人民也有证据 中选会不可能在电脑去改这些数字 111总统大选在现场大部分的人看到韩国语输了 这像电脑作票吗 请注意黄色衣服的选物人员把票放在桌子上的时候 应该是一号宋主义的票 因为那些票不必投 你们去投票所要记得带很多人 如果你一个人去跟他们吵 没有用 他们不会听你 他们也不会怕你 一个人需要拍他们 其他的人需要针对选物人员 如果他们做这种违法的事情 扫荡来到桌子上 扫荡去看 扫荡来到桌子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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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好一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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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айтесь也 отсюда 制作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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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好一票 打好一个票 打了一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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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撒到一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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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撒嬌一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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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到一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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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